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是Lily 重慶燃氣集團 在去年年活大面積更換住戶的智能燃氣標後 居民發現燃氣費逃增 因此事關乎基本民生 近兩週在社交平台已成熱門話題 早在今年年初 就陸續有重慶民眾在民政平台上反映 更換智能新燃氣標後 燃氣費用猛增的情況 在重慶之後 四川省各地民眾也紛紛反饋自家的燃氣費大漲 到4月22日 在民政四川工作平台上 民眾反饋燃氣費以上的問題還在此持續 來自一位陳先生4月22日的最新反饋稱 今年以來 在未增加家庭成員 及未改變勇氣習慣的情況下 燃氣費莫名其妙 救去年成倍增長 陳先生說 請合理講明增長原因 並拒絕接受創白無力的無效解釋 在四川民政平台上 反饋燃氣費暴漲的城市包括 成都 南蔥 內江 自貢 麵羊 滋羊 德羊 廣安等地的民眾 除普通民眾反饋之外 4月17日 知名編劇李雅寧 在其微博亦發文稱 自己在海南2個月 成都家中產生了500多立方用器量 李雅寧發布消息後 鄰居亦自查 結果叫他們大吃一驚 據《大眾日報》報道 鄰居A在美國住了3個月 回來發現產生了2,000多元 以下為港幣的燃氣費 不經常做飯的鄰居B 3月份燃氣標產生了360立方用器量 鄰居C對比了去年3、4月份 與今年3、4月份的燃氣交費清單 發現在同樣的用器情況下 今年漲了50% 更為離譜的是 四川某地居民在網絡上反映 還沒有入住的裝修階段房子 就收到了3,000元的燃氣費 還有裝修階段的房子 直接被告知用了500立方 江蘇楊洲市發名為高宇的一位民眾表示 他在1月份發現 自己家裡的燃氣費突然增長 從之前的165元增長到300多元 高宇表示 從來沒有那麼離譜的情形 在詢問抽標員後 抽標員竟然還說沒問題 高宇一直以為是自己使用問題 直到看到網絡上很多人 都和自己一樣 才意識到 這是全國性的問題 湖北厚錦市發名為 李旭的一位民眾表示 他家開水龍頭 燃氣標竟然也在尊 以前燃氣卡裡增值500元可以用一年 現在增值1,000元卻只能使用半年 江蘇楊京市發名常華的一位民眾表示 他家自去年11月份 換標以後開始感覺異常 燃氣費翻了2、3倍 原來每個月4、50元 換標後4個月交了940多元 樓上樓下鄰居也同樣有問題出現 湖北民眾在網絡上則反映 多個城市燃氣價格高於北京 對於持續發酵的燃氣費問題 官方不得不做出回應 重慶市政府4月13日發布稱 聯合調查組已經入住重慶燃氣集團 外園燃氣等相關燃氣企業進行調查 4月19日 重慶燃氣集團罷免了董事長邱德辰 官方承認燃氣費存在錯鈔和違規古鈔、計費周期混亂等問題 成都官方聲稱確認多收取的燃氣費 將責成相關燃氣企業存額退款 但民眾對官方的處理並不賣帳 有網民說 去錢那些本該如此 不要搞得好像因此一樣 最夠刑事責任才是正道 還有網民表示 有組織的多收取燃氣費用 這個與土匪有什麼區別? 這是集體犯罪 據中國媒體報導 重慶燃氣集團財務數據顯示 其2023年營收入為102.46億元 同比增長17.26% 營業利潤5.65億元 同比增長28.86% 報告期內實現燃氣銷售量34.96億方 同比增長0.24億方 增幅0.69% 在2023年第四季度 重慶燃氣實現營收入 30.8億元 營業利潤2.61億元 而在2022年第四季度 重慶燃氣營業收入為24.92億元 營業利潤2,127萬元 按此同比計算來看 2023年第四季度 重慶燃氣營業收入同比增長23.59% 營業利潤同比增長1,127% 也就是說 2023年第四季度 其營業利潤增幅超過11倍 不僅如此 營氣標公司金卡智能 2023年本年報告顯示 智能運用營氣終極及系統 是其營收最多的產品 達8.87億元 同比增長18.32% 華東地區為銷售最多的地區 銷售收入為5.07億元 2023年歸屬上市公司股東 正利潤為3.78億元至4.46億元 同比增長40%至65% 此外 市民使用的其他智能新氣標 還有新天科技、天家科技等產品 他們的2023年年報收入均是同比增長 共和資料顯示 四川聯發天然氣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包括 四川川港營氣有限責任公司 同成都營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營氣是成都區域內最大的城市營氣經營企業 重慶營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同成都營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背後的股東 均為華潤營氣投資中國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華潤營氣 對此 獨立賞稿人朱國明陽對大紀元表示 能源系統長期被江澤民家族把持 習近平上台後一直清洗能源系統 這次事件是否會成為習近平進一步清洗 能源系統的理由還不得而知 但不理央企也好、國企也好 其實則都是黨產 其功能就是掠奪 層層割韭菜 4月20日 一篇曝光江蘇蘇州營氣也有問題要求徹查的文章 在網上引起關注 發貼者為江蘇坤山市一名女子 結果4月22日 她被懷孕營氣蘇州公司的工作人員威脅 要求她刪除貼紙 公司工作人員 和社區的官員5人到她家解釋營氣費上帳原因 還被她更換了營氣標 想不到她們走後 警察再次上門 隨後警察還聯繫其丈夫的公司進行威脅 要求刪除貼紙 該女子無奈在網上發出道歉信 要求華孕營氣放過她們家 經濟學家 美國註冊審計師李恒青表示 這是官民之間的矛盾 老百姓眼睜睜看著別人把錢拿走 等同於路上遇到了劫匪 她說營氣公司和自來水公司等都屬於公共事業 是老百姓給她交稅 她對老百姓要有一個服務的承諾 收費要公平 但現在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自己的錢卻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政府的財政裡 但那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 你行清重求調 中共最怕的是 事件的實質被揭示出來 如果老百姓不敢反抗 那就只有任人宰割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寧心採訪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再見 小靜集團 按讚 小靜集團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